Polcast Go 就是在很多很多的一个 在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叫做App里面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听书 甚过于读书 我比较喜欢听 我不晓得像那个夜市 夜市里面例如说叫卖那个这个产品 我都还蛮喜欢看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所以这个广播电台对我来说 我就蛮喜欢的 而且那时候也是伴随我们读书成长 一个很棒的一个记忆 这个Polcast 这在美国它叫播客 播客就是广播电台 在这么多的广播电台里面 我们来看一看 有没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推荐的 好 所以我要请你们现在先去下载这个 Polcast 但是如果你是Apple的手机你就不用下载了 因为平时使用Apple的手机 那这个Polcast是本来就有的 那如果说你今天你是Android系统的话 就麻烦你先去找这个Polcast Go 好 那我们 例如说你Polcast 所以我Polcast Go 不过你的手机是不用去输入的 好 那 你们去看一下哦 当我现在我搜寻Polcast Go 当我现在搜寻Polcast Go 请找 请找这一个图 麦克风绕两圈 麦克风绕两圈 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哦 请打 那打开Polcast哦 这边我说过可能有几十万个 网站 几十万个网站 几十万个广播电台 这个广播电台呢 我要推荐各位去看排行榜 就是说 在几十万个网站 你不可能一个一个去听广播 所以我们 经过一个很简单的筛选 就是排行榜 所以我们来看排行榜在哪里 因为 因为这边他直接就有一个 排行榜 有看到吗 所以建议点这个排行榜 对 我要告诉你 这个为什么会一直在很前面 我先解释一下 你看哦 我现在是在Apple的一个排行榜嘛 他第一名是什么 长春藤 长春藤 长春藤创办人座 应该知道是谁 对 烂四雄 好 那 TED TED 是一个国际演书 好 我们先不管了 我们先来看第二十二名 有 大师轻松读之 轻松听大师 点他 当我点进去的时候 因为我有订阅他 我有订阅 那他主要 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为什么很棒 他是浓缩 有看到 浓缩 欧美畅销 财经管理书 精华 什么叫浓缩 一本书哦 他要求 这本书要是畅销 畅销的定义就是 百万销售 千万销售的书籍 好 然后接下来 他要浓缩嘛 那你看一本书 大概要多久 可以看完厚厚一本书 假设 假设一个礼拜 好吧 他把它变成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 就整理出来 一本这么厚的书 整理出来 那个 就是十五分钟 讲完的 内容 那你觉得不觉得 这就是精华中的精华 这样可以了解哦 我的意思是说 他把这本书的精华 只用十五分钟 然后去讲完 那值不值得 我们去好好的听一听 一天我觉得读一本 其实很够的 这里面有四百多本 好 甚至 就我知道是非常非常多 而且会一直不断的增加 像例如说这边他介绍那个 破产的力量 哇 那个破产还有什么力量 他的意思就是说 假设当我们今天面临到破产 这是不是人生的一个低潮 的最低潮 那何时反弹 好 那破产的力量带给我们哪些正面 正面的一些积极性 好 我们就可以点他去听一看 好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哦 那怎么听 怎么听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当然就点一下这个破产 你看这边 第二个 成功从改变一个习惯开始 好 依此类退让 反正这都是财经类的数字 那 嗯 跳一个你自己 时间管理的魔力 好 例如说我点他 我点这个时间管理的魔力 NO第593本 时间管理的魔力 你就可以点一下 点一下这边是不是就可以去补法 我就建议各位有空的时候可以回去听听看 时间管理好 他带给我们哪一些那个力 能力的提升或者是 哪些优点 好 那 这样 就是你喜不喜欢 你要不要把这一本书分享到你的那个我的最爱里面 你要下载吗 下载在那个下载单集那个云 他就会存放在 到时候就放在你的那个iCloud那里面了 对 然后你到时候记得那个iCloud他只有5G 所以慎用 我都是留给相片 例如说这个假设我今天我点他嘛 哎不是这个如果你要看这个影片我不太建议你看 有些他真的是有副影片 可是他这个应该没有我现在选择这个是没有影片的 他这是广播 所以都是以声音为主 可是如果说你喜欢看那个iCloud iCloud就是有影片哦 iCloud就是 其实也是主要听他的声音啦 可是配的有些演讲者他可以展现他的一个魅力 那这些讲书的人都不是大师哦 只是他声音比较好听 咬文嚼字比较清楚 如果您真的请大师来讲他可能讲的声音没有办法这么做到 坑腔有力或者是清楚的表达 可以吗 我想大概就先介绍到这边 真的内容很棒哦 蛮频繁的看这些影片 希望这些影片或者是 应该说广播 可以带给你很多正能量 那我就先介绍到这个地方 其中其实我也蛮喜欢听那个 赖世雄的英文或者是 有一个广播电台我也蛮常听 这个第17名 我蛮喜欢听这个 EASL EASL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EASL 就是英文当作是第二语言 就是这一个人 这个人他 他讲的英文我都听得懂 好 请离开 Podcast 这是我要讲 第二个 我觉得很棒很棒的 Podcast 是 我应该说 我应该说